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0日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 俄乌冲突已经进行了大概一个多月了 中国面临的外交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因为很多西方的国家 特别是西方的强国 什么美国、法国、德国 都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 立刻放弃中立态度 转而支持西方 不要明理暗理的支持所谓俄罗斯了 甚至他们还炮制了一些假新闻 什么中国秘密的 给予俄罗斯军援经济援助 这些细节我不想说了 甚至连一些小国 逼时小国 什么立陶宛、澳大利亚 都站出来纷纷要求中国表态 一定要有一个明确态度 不要支持俄罗斯了 我不知道他们的信心、勇气是从哪里来的 敢跟中国叫板 昨天开始 甚至连乌克兰政府内阁的很多高官都是频频的放话 批评中国持有的中立态度 要求中国不要袖手旁观了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老子被驴踢了 真的 你乌克兰你现在已经跟俄罗斯交恶了 仇恨的种子已经肿下来了 我们不否定俄罗斯对你狂轰滥炸 违背了这个国际法则 让你们的人民流离失所 但是中国 这个事不是中国惹出来的吗 中国又没有在背后三分点火 火上浇油给你提供武器 又没有支持俄罗斯 中国跟俄罗斯是平等的 互惠的 经济贸易合作 仅此而已吗 怎么这个事就扯到中国身上来了吗 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 而且你们战后重建怎么办 我去看了法国电视 什么BFMTV 乌克兰很多城市 什么马里乌尔 基辅都被炸的 成了渣渣了 很多地区 断壁裁员的 你战后重建怎么办呢 中国投资怎么办呢 你号称欧洲的这个黑土地 欧洲的粮仓 你生产的这个菜花油 油菜花 你要卖给谁呢 俄罗斯现在已经把你的出海口堵住了 你已经成了一个内陆国了 西乌克兰农业为主 当你产品卖给谁呢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老子秀斗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老子秀斗的 乌克兰高官的言语 先是乌克兰副总理 维莲苏克就是这个女人 他怒骂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坚哥 前段时间赵立坚不是反对美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吗 赵立坚说了 乌克兰人民最需要的是救援的物资 不是美国的武器 冲突解决不了问题 一定要谈判 结果呢 这个人怒骂赵立坚 说乌克兰现在需要的恰恰是武器 中国提供的物资什么食物毯子我们都不需要 而且他还呼吁北京立刻停止支持俄罗斯 他表示乌克兰居民不缺毯子 缺的是覆盖他们居住区天空的安全 就是禁飞区嘛 成立禁飞区嘛 那么成立禁飞区中国能帮你办吗 只有北约啊 北约美国才能这么干啊 北约美国敢这么做吗 他们不敢得罪俄罗斯吗 应该俄罗斯说了 胆敢成立禁飞区就是跟俄罗斯作对 对吧 那么这个人还说 作为乌克兰政府的议员 我们想对中国朋友说 赵立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是完全不严肃的 不符合一个伟大的 受人尊重的国家的地位 这是这个人 他说的是人话嘛 我觉得感觉就是跟美帝一伙的 唯恐天下不乱了 乌克兰现在有多少难民啊 几百万难民跑到波兰 匈牙利 这个邻国 他们急需人道主义救援啊 现在是冬天还是冬天啊 天气很冷啊 食物食物没有 衣服衣服没有 厕所方面的都没有 你有再多武器 你也打不过俄罗斯 俄罗斯对你是碾压的 只会加大俄乌之间的伤亡 美国就是需要你 乌克兰作为炮灰 拖住俄罗斯 让俄罗斯在这个方向不断的流血 耗尽他的最后的精力 毛雄最后的一丝精力 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觉得你这样的这个政治觉悟 你怎么上台的 完全就是美国大力扶持才能上台嘛 就是白眼狼嘛 还有乌克兰总统顾问 波多利亚克昨天也是发推呼吁 中国做出正确的决定 支持文明国家联盟 并谴责俄罗斯的野蛮行为 那么中国就可以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思就是说中国 暗地里支持俄罗斯 不谴责俄罗斯 就是野蛮国家 对不对 不文明了 我觉得这个高官的色华的表态啊 是很不礼貌 很不很不礼貌的 中国是一个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中国做事还要你来指导 还要你来教啊 我觉得很可怕 我去查了一下资料 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犹太裔 他拥有乌克兰犹太双重国籍 还经常跑到这个伊路撒冷 对吧 去朝拜一下 乌克兰 很多内阁部长都是美国出身的乌克兰裔啊 包括刚刚获得乌克兰国籍的一些人啊 刚刚获得就被美国人扶持上台了 你这样的国家能够代表乌克兰最广大人民的基本利益吗 不能够啊 你们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啊 西方的利益啊 中国已经表态很多次了 这个事不是中国惹出来的 凭什么要中国擦屁股啊 中立的态度最好了 中国跟乌克兰俄罗斯都保持友好关系 啊 对吧 中立 你们去这个和谈 处谈 对吧 这很符合这个外交逻辑啊 对吧 中国已经支持乌克兰啊 国家领土完整 主权 而且向你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对吧 中国也没有给俄罗斯武器啊 对吧 所以 呃 我觉得中国这个态度最好了 但是美国呢 美国就是想给中国造一个陷阱 让中国往下跳 啊 你现在抛弃俄罗斯 那么 俄罗斯倒了 美国就可以集中100%的精力来对付你中国了 中国人都看过三国演义 都知道存亡齿寒啊 三足鼎立啊 现在你美国卫国你是最强的 实力最强的 你在压迫 中国啊 俄罗斯 中国俄罗斯如果不被告被 不互相信的话 那么就会被美国西方各个击破 这个道理 中国人不懂吗 你当中国人傻逼吗 所以中国坚决不表态 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 啊 这个基本的原则 啊 我能够选择 我想战队的一方 就说明我不是一个棋子 而是一个棋手 是我在下棋啊 现在美国是想让中国成为棋子啊 牺牲俄罗斯啊 啊 对吧 所以我觉得现任乌克兰政府 根本就不是代表乌克兰人民的 啊 那个里面好多好多犹太一样 外国一样 外国顾问了 啊 去年亨特拜登 就是拜登儿子 露出来丑闻 啊 就是川建国曝光的一些资料 显示 这个人在乌克兰天然气部门 担任要职顾问 西方的顾问 油水很足的 根本就不需要干活的 啊 是吧 那能够说明 乌克兰内阁政府里面 有多少安插的美国顾问啊 啊 拿乌克兰人民纳税人的这个钱 然后呢 保护美国利益 绑架乌克兰 乌克兰 以前确实啊 给这个中国瓦良格航母 还有这个中国需要的技术啊 武器 什么野牛气垫船 等等等等 啊 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这个商业贸易上的 中国是拿钱买的 是花钱 聘用你们顾问啊 学习你们啊 以前乌克兰确实是中国老师 对吧 苏联解体后 乌克兰继承了很多苏联遗产 可以是全世界第四大工业国 很牛逼的 但现在呢 你已经把自己耗光了嘛 你该买的都买了嘛 人才都跑光了嘛 难道你要赖中国吗 中国掏空你乌克兰吗 这些都是平等的啊 贸易行为 中国没有对不起乌克兰 而且你从上一次的一个马达西奇事件就可以看出来 乌克兰完全就是美国傀儡 美国要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照着这个命令去做 美国要求啊 一个默许有的罪名 说啊 中国有可能通通过乌克兰的马达西奇 把这个发动机公司获得一些 美国不需要 不希望中国获得的发动机技术 一举超越美国 然后呢 就让马达西奇公司 冻结了中国的投资人的股份 啊 把它卖给土耳其了 这些事情都能说明乌克兰 现在的乌克兰政府就是美国傀儡啊 直接扶持代理人 或者是通过一些民主基金会NGO啊 呃 然后宣扬西方的价值观 啊 呃 让这些乌克兰的年轻人啊 这个 呃 中毒 就是说 对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的改造啊 让他们在乌克兰 成长一批啊 培养一批所谓的 意见领袖和民主精英 这些不是我在吹牛啊 我在 这个 呃 给美国抹黑啊 你去看一下 互联网上公开的资料 1992年以来 美国民主 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就不断的 积极支持乌克兰所谓的 推进民主改革 那么措施包括 培养乌克兰青年 参与政治 啊 对吧 向他们宣传 反额的宣传 而且重点是在 10岁到14岁的 青少年群体之中 我们都知道 这个年龄端的人 很容易激动 啊 因为你的世界观 没有形成 很容易受到 外人的蛊惑 而且年轻人嘛 啊 都是老子一热就上街了 游行了 对吧 冲动 冲动是魔鬼 所以 你看到了美国在 很多地方的 煽动的颜色革命 主体就是年轻人 包括香港的那些废青 啊 叙利亚的那些上街的 那 包括现在的乌克兰 2014年的广场革命 都以为 我只要加入欧盟了 我就能过上 幸福美满的生活了 就是文明世界了 我要跟俄罗斯 这个野蛮世界 说拜拜 对吧 所以 我总是说 乌克兰就像一个 色式卫生的 陆式卫生的美女 当然乌克兰很多很多美女 美国呢 就像一个流氓痞子 想要得到乌克兰 然后呢 他就怂恿乌克兰 跟他的 旧情人 俄罗斯分手 而且是一刀两断 再不联系了 给他一些口头的支票 空头的支票 然后呢 乌克兰提租分手 俄罗斯不干 大打出手 那你又不去帮忙 你不仅不去帮忙 你还要给乌克兰递刀子 损失的永远是 乌克兰人民啊 乌克兰这些内阁成员 高官 富豪 有什么损失的 早就跑了嘛 那么今天乌克兰的 这个惨状 是不是 大家都觉得 很像 中国大陆 东南的某个岛呢 一模一样啊 很多人都是去美国读大学 拿到美国的政治学博 这个硕士 博士学位 然后回到美国 参政 议政 那么他们代表的是不是台湾人民的利益呢 我觉得根本不是 而是美国在亚洲的利益 美国在亚洲就是希望把台湾 日本菲律宾打造成为一个 能够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关键一环 所以我们看到了台湾岛现在又缺水又缺电 百姓痛苦不开 民进党政府不闻不问 还编造这个谎言说 共产党训练了这个 小鸟 搜索去破坏台湾的电力系统 这么 荒唐可笑的 这个笑话 竟然在台湾岛内 还有人相信 就说明台湾人已经被洗脑非常严重了 跟乌克兰人民一样了 中了这个民主的毒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毒不靠一个外来的力量去给你解毒的话 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今天俄罗斯被乌克兰痛下杀手 一方面我觉得俄罗斯肯定不对 你侵犯了一个主权国家 但是中国呢 就是不表态 就是暧昧 你能把我怎么着 我就是像当年二战以后 二战的美国一样 我就不表态 我在最后时刻才介入 然后呢 做收余温之力 这就是中国的想法 中国不会为了你乌克兰去得罪俄罗斯 也不会为了俄罗斯而得罪乌克兰 我觉得乌克兰战后一定会重建 重新加入一带一路计划 中国跟乌克兰还有很多的 可以合作的领域 俄罗斯跟中国也有很多 可以合作的领域 所以乌克兰政府想要逼中国表态 门都没有 趁着放弃这个想法 好吧 今天这期视频就看到这里 谢谢大家